看看新闻网 让我们娱乐新闻地呢 也是独家报道了这个珍贵的事情 你来看一下 如此华丽丽的蛋糕 如此又猛又二的主角 我的当局也太大了 笑我太轻松了 如此近距离的互动 我觉得这应该体验的爱好 哇 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 别开生命的 前所未闻的生日派对 出道至今15年 黄晓铭从一个不被看好的演员 逐渐变成金鸡奖影帝 一路以来离不开支持他的影迷们 因此一年一度的生日 黄晓铭都会跟这帮可爱的 名叫家人们一起度过 一路以来离不开打开 三路以来离不开 即使穿得如此帅气 黄晓铭仍就不忘 败出二的手势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爱你 我也爱你们 当然百余号粉丝智慧的结晶可远远不仅如此 整个生日会上所有的节目和流程都有影迷一手包办了 每个名教分会代表都带来了家乡的特色小吃 让黄晓明过了一把吃货的影 这剧来自山东的德州爬鸡让黄晓明嗅到了家乡的味道 而粉丝们自制的山东版奥斯塔小惊人 更是让咱们黄教主受宠热惊 真的是黄晓做的好惨的 这家男人 小冰黄 女子命 颁奖是明教山东会会 明教山东会会 好了好了 下一道菜 我说这位大哥你要求会不会太多了 在大亭广众下调戏教主这样好吗 黄晓明 黄晓明百分百的配合绝对不辜负粉丝们任何的期待 除了来自各个省市的代表 越南日本的粉丝也是远道而来 为黄晓明送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那他代表我们的感情真诚和淡纯的 那希望你知的之后也感到我们的真情 感受到 现在往上留心找越南姑娘 可以找我 好实在 他很亲切 他像我的亲人一样 没有任何那个明星的那种 骄傲的 没有 真的很亲切 娱乐星天天长得帅又这么亲切 才是真的男神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